领基础学IT月薪过万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成就IT黑马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以这个命令为主啊 今天呢是命令的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高级质量 那么这些命令呢相对于前面这些命令呢 可能会稍微难一点 当然也有比较简单一点的 有些单有些的命令呢一看这个单词就能猜到它什么含义了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啊 先从第一个开始看 那么第一个指令呢叫做hostname指令 叫hostname指令 hostname这个单词我们拆分一下 host叫主机nam叫名字 那这个的作用呢就是操作主机名 操作我们服务器的主机名这么一个作用 操作呢它分为两种 一种呢叫读取 一种叫设置 但是这个设置 建议大家就不用记了 为什么不用记了 因为这个设置作用并不是很大 以后会不会改主机名呢 会但不会通过这个命令来改 因为这个命令改的主机名是临时的 一重启就没了 所以这个设置咱就不用记了啊 咱就记这个读取就行了 记这个读取就可以了啊 主要是读取 那么主机名 什么是主机名 这个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比较抽象的一个东西 那么windows的话 电脑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都用过的这个windows 那么在windows下有没有说类似于主机名的这个东西呢 哎有的在哪呢 在计算机属性里面 哎属性里面 属性呢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叫计算机名 那么这个计算机名 就是我们这块所指的主机名 一个意思啊 就是hostname这个含义 那么除了这个查看的方式呢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飞丘上能看到 你像这个名字后面这个 SC2018这一串 哎这个就是张晓坤同学的他的这个电脑主机名 啊 当然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是飞丘读取的 我们这个这个信息啊 是读出来的 那么后面呢 desktop啊 i9G9这个呢 也是主机名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主机名的含义 那么主机名的话有什么作用呢 哎 为什么要操作它呢 那么计算机呢 它和人是一样的啊 那么人的话一出生呢 家长就会给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哎 如果不是这个家庭出特别的这个情况的话 这个名字一般不会改的啊 一般不会改的 就会伴随着一生 那么计算机这块的话也是一样 它呢 在初次安装系统的时候呢 就会给你做一个计算机名 那么当然绝大部分的这个名字呢 都是系统随机生成的 按照特定这个规则生成的啊 这是计算机名 它也是在重装系统之前 不会呢 去改的 那如果说我非想改呢 那也可以啊 先去登记 去哪登记啊 咱人要改名字的话 是不是得去这个派出所呀 那么这地方要改的话 你可以改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重改就行了 但是改完之后呢 哎 要重启电脑啊 改完之后要重启电脑啊 最相当于去登记了一次了 要不然不成小 对 这是改名字 那关于这个计算机名 它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在很多时候 也能充当一个名字吧 比如说这么解释吧 咱在教室里有一个同学 刚才看的同学叫张晓坤是吧 我一喊张晓坤 那他肯定知道 我喊了他 是不是 那么计算机在我们这个教室 哎 如果说我知道了某个同学的这个计算机名 是这个名字 哎 DSK这个名字 行 那我就可以通过一些工具 就能够访问他的电脑了 其实也就相当于啊 我叫他 他给我回应了 也是这么一个功能啊 意思呢 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名字的话 对于一台电脑来说 其实很重要的啊 就跟人的名字 跟一个人的关系啊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看这个host name的话 它的作用呢 就是操作这个 哎 计算机名的啊 那他常用的命令呢 哎 有这么两个啊 常用的命令 语法 第一个语法呢 直接就是 host host name 直接就输入这个名字啊 这是第一个语法 那么第一个语法的话 我们先试一下 看他能够输出什么东西 好 进入我们的命令行 host host name 什么东西都不要加啊 按一下回车 他输出了一个叫 localhost 点 local domain 这个 见过吗 这东西啊 啥时候见的呀 对了 在我们 第二天 是吧 创建这个 Ninux系统的时候 当时还要跟大家说了 我说这个名字 咱不要给 防止影响我们 后面的一些软件的启动 或者说 软件的运行 那那个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 叫logalhost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主机名 这是第一个 比较常用的命令 第二个命令呢 就是 接下来要讲的了 语法二 语法二呢 叫做 警号 host host name 空格 杠 f 空格 杠 f 那么杠 f的话 我们先来输一下 看看什么效果 host name 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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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杠F的话 它有一个专门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们先把第一个预法它的含义 给它写一下 它的含义表示输出完整的主机名 是完整的一个部分 然后后面这个含义 它表示输出我们当前主机名中的 叫FQDN FQDN FQDN它的中文含义叫全限定 全限定域名 全限定域名 那至于这个单词的缩写 它的原本的一个面码 我们去网上找一下 因为这个缩写单词还比较长 叫FQDN 叫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 叫全限定域名 那么全限定域名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 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域名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域名就行了 那域名的话有什么作用 这个咱前面提过一次 要访问一个网站 是不是得要域名呢 对吧 所以这个Localhost 它也是一个域名 Localhost也是个域名 当我们哪一天 电脑上装了这个Web服务器软件之后呢 你输入Localhost之后 你其实就会发现 原来 对 就可以访问本地服务器了 这个Localhost 我暂时我这个本地呢 没有装这个服务器软件 那这样吧 我开一个看看 我电脑上有 有一个接触环境 开了 开了之后呢 我来运行一下 看能不能防问 启动不来了 127.0.0.1 起不来 起不来就算了 当正常的话 如果说它能够起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输入Localhost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你的对应的网站了 Localhost它也是个域名 只不过这个域名 不是指向别人的服务器 是指向自己的服务器 是指向自己的服务器 那以后的话 如果说我们想要获取一个 服务器的F2DN 那OK 那就可以通过 hostname-F来进行操作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在后面 特别是我们后面的第三阶段 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了 因为到时候呢 我们需要配置这个服务器 那个服务器 配置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F2DN 所以这个命令的话 目前来看 应该是重要的一个命令 那么它的语法呢 我们这里面呢 只需要记住 这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呢 是hostname不带参数 另外一个呢 是带一个-F F挺好记的啊 FQDN嘛 就是F 不要把它和FORCE一起记啊 我们今天上午 刚才在回顾的时候 讲了一个 对 在删除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F 你不要把这个-F和 这个-F一起记啊 这两个是两码事 一个是FORCE比较强制 一个叫FQDN 它俩还不一样 但是都表示-F 所以这边记的时候呢 有的可以一起记 有的不可以一起记 你一旦 不管什么情况都一起记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呢 是表示FQDN 它的一个缩写F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处理 比较简单 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指令呢 叫做 往下看一下啊 第二个指令 叫ID 第二个指令叫ID指令 ID指令 我们先不谈这个指令啊 这个ID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 就是ID 那你这个翻译 跟没翻译一样啊 ID ID ID呢 一般呢 我们会把它呢 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吧 它会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呢 应该是接触这么一个叫 ID card ID card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身份证嘛 就是身份证啊 那ID呢 就是一个正常情况下 是一个数字啊 那这里面的话 ID呢 它会延伸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那这个ID指令 它要干嘛用的呢 我们先谈它的作用 ID命令的作用是用于查看一个用户 用户的一些基本信息 哪些信息呢 包含了 哎 像这个用户ID啊 哎 还有呢 用户组ID啊 还有呢 哎 附加组ID啊 等等的这些信息 那当然这几个东西呢 可能说现在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这个用户ID 这个应该好理解 就是用户的序号嘛 第一个创建的 我就给你一个一 第二个创建的就是第二 但是不一定 第五百个创建的就是第五百个用户啊 不是这个意思 它只是一个数字 给来给这个用户呢 做个标记的 用户组ID呢 也是同样的意思 但是它俩是概念不一样的 一个是用户 一个是用户组 所以这个附加数怎么是什么意思啊 等到我们到时候具体讲用户的时候呢 再去考虑它啊 就是目前主要呢 它是主要显示这些信息的啊 就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该指令啊 如果不指定用户 则默认当前用户 就是你用哪一个用户执行这个命令的 我就显示这个用户的基本信息啊 如果你指定 哎那就指定用户 如果不指定 那我就显示当前用户的基本信息啊 这是他的个作用 语法 一个呢 就是 ID 这时候呢 有没有指定用户呢 没有 行 那么没有的话 行 那OK 那这时候呢 我就不需要去说 哎指定用户了 那他则默认显示当前执行 该命令的用户的基本信息啊 那么执行一下 回过来 ID 直接回车 那这个时候呢 他告诉我啊 我这个用户的 UID 也就是User ID 用户ID 是多少呢 是零 哎 用户名叫什么呢 叫Root 然后第二个GID 也就是Group ID Group怎么写 G-R-O-U-P 叫组 组ID 组ID多少呢 零 组名叫什么呢 Root 啊 大家后面他又说了 那这个呢 又是一个组 那这个组和这个组是不一样啊 这个组我们称之为叫附加组 附加组啊 附加组 附加组这个附加组呢 是相当于是说 一个用户他可能有多个身份 对 可能有多个身份 可能有多个组 所以呢 这地方呢 有一个附加组 那么附加组是几呢 也是零 啊 组名的叫Root 哎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当前用户的一个基本信息 那么除了当前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语法啊 第二个语法就是 我可以指定用户 啊 也可以不指定用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指定一下用户 语法2 ID 我们后面加上一个东西 哎 对 加上一个用户名 啊 加上用户名 那他所表达含义就是 显示 显示 指定用户的 哎 一个基本的信息 啊 指定用户的基本信息 先 那么这地方呢 刚才有同学说 Ninux13 那OK ID Ninux123 哎 他就告诉我啊 我这个用户ID啊 是500 哎 用户名呢 叫Ninux123 组呢 也是500 然后呢 哎 组名呢 Ninux123 他有个附加组 也是Ninux123 哎 那么这就是两个这个命令的一个 知音结果 嗯 这个环境 环境呢 环境的话我们有一个词啊 叫这个 呃 不是不是不是野外啊 这个环境的话有这么一个东西叫 环境面量 提过 听过吗 啊 听过是吧 啊 听过知道就行了啊 没听过啊 没听过的话 咱看一下吧 呃 我们先不看Ninux下的 我们看Windows下的 如果说Windows下的环境面量 你能听明白 那就可以了 Windows的环境面量在哪看 属性 啊 属性 属性呢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叫高级 系统设置 那么在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环境变量的 这么一个按钮 在这里面 那么这里面的话 其实主要放的就是一些路径 那么我们一般指的环境 媒体量是哪一个呢 对 是指这个 是指这个 也就是pass的这个变量 那么这里面放的呢 一堆路径 放的一堆路径 哎 那这些路径是干嘛的呢 我们打开CMD 打开CMD啊 那么在CMD里面呢 那比如说 我要想执行一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 假设啊 假设我当它存在的 假设叫 起个名字 我们后面呢 有个叫 LiMP 那这个命令有没有呢 我假设它有 但它会告诉我说 LiMP 不是内部和外部命令 就是说不能执行 为什么不能执行呢 哎 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吗 找不到吗 它不知道去哪找 你只给它一个名字呀 它不知道去哪找 那它默认会去哪找呢 默认就会去 上面这些路径里面去找 它的意思就是 我拿着这个LiMP 在上面这一堆路径里面去找 都没找到 所以 即使你在桌面上 假设有这个命令 我也不执行 如果说你想要执行 那OK 你要么把这个 把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对应的文件 放到上面任意一个目录里面 要么呢 你就把桌面的这个路径 加到环境明亮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环境明亮的意思 但是这里面东西 千万不要乱删 之前有同学干嘛呢 把我们这个系统 自带的这个环境明亮 全给删了 删了之后 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所以这里面东西千万不要乱搞 了解下去了 所以那么之前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带用户 一个不带用户 它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面的话 用户的ID和用户组的ID 我们怎么去验证 它输出的这个道理 对还是不对呢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尝试去验证一下 正好呢 把我们前面所讲的 一些基本的命令 再来回顾一下 来验证上述的这个信息 是否正确 那我们要验证的 就是验证两个东西 一个是用户ID 对不对 一个是用户组ID 对不对 怎么去验证呢 验证用户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在根目下的ETC下面 有个叫PASWD 这个文件 那么验证用户组信息呢 也是通过一个文件 通过文件 那文件呢 ETC下面的group ETC下面的GR OUP 在这里面呢 来进行验证 那么这两个文件呢 由于它呢 是一般情况下 不能被我们手动所更改的 不是不能 我所说的不能的是 咱们尽量不要去改 其实如果说想编辑 其实可以编辑 但是尽量不要去改它 因为改完之后 你下一次再用这个账户进来 你就不一定能进得来了 所以呢 咱就不用改它 那这边的话 我们既然不改的话 我们就通过CAT来进行查看 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因为CAT都不能改 CAT ETC下面呢 它是握了 行我们往上翻啊 来检查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行记录啊 root 用户嘛 后面的X先不管它 我们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0 那么不就是这两个0吗 那么前面这个呢 是用户ID 后面这个是用户组ID 那说明对不对啊 对吧 那还有一个 那inux123 500 500 行 那么往后翻 500 500 对不对 对了吧 那说明这两个命令 之间的结果 是不是对了呀 行 那这个呢 是我们通过CAT命令 来进行验证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只是看了一个用户 这个文件里面 那么同时也可以看用户组里面的 那就是 这里面的G2OUP group 那看一下 第一个 入的是不是0啊 嗯 然后最后一个 500嘛 所以上面这两个命令呢 是对的啊 这两个文件可以先认识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跟用户和用户组操作的 这两个东西呢 就在这儿 就是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ETC下的password 另外一个呢 是ETC下的group 那这两个文件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二个指令啊 叫做ID指令 它的作用呢 是用来显示一些啊 用户的这个基本信息的 当我们想快速的去查看啊 用户呢 它的一些用户ID呀 用户组ID呀 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ID来进行看 而不需要说我们通过 CAT或者VM去打开这两文件了 这两文件你打开的话 还得去用找一下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直接通过 ID命令的话 它就比较方便了 这是ID命令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命令 第三个命令呢 叫-MI 这个命令的话 有点奇怪 -MI -MI指令 这个指令的话 我记得我一开始 刚接触Ninux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命令 就感觉最奇怪 因为其他的这个命令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和我们这个命令的 这个结果呢 有点相关 有的可能就感觉 一点关联性都没有 然后这个who-MI呢 其实你把它断一下句 发现它其实就是 一句话 是个疑问句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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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是吧 who-MI 那所以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和它的翻译是一样的 就是我是谁 我是谁 作用是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 名啊 用户名 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名 这个呢 是它的这个作用 好 那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看它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命令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语法 很简单 就是who-MI 没有什么参数啊 没有什么参数 甚至呢 如果说你想去之前 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网站上 去找找这个who-MI 你会发现 你都找不着 你都找不着啊 它在里面提示404 就是找不着这个命令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执行一下 看看什么效果吧 先清评 who-MI 由于我当前登录的用户呢 是root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一执行之后 就输出了一个root 这个时候 有没有觉得 没啥用啊 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 没啥用呢 有 为什么有用啊 你说如果看用户名的话呢 这地方不有用户名吗 我为什么要打印呢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用的啊 它的作用 输出这个用户名 那么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用于 小小本 举个例子啊 日志知道干嘛的吗 干嘛的呀 对 记录系统运行的情况 那这个日志 一般怎么去搜集呢 很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 编写校脚本 让脚本去帮我们去收集 那有一些日志 可能会长这个样子 那比如说 这地方呢 我去结了一个日志的一个图 结了一个图 那这地方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看它里面包含哪一信息 前面 Match 三月份 三月二十五号 十点 十一分 多少秒 然后呢 前面这个是时间 是吧 这个好理解啊 这个是时间 那么这除了这个时间之外 那这一大节 这一大节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FQDN FQDN 只不过它默认这么长的啊 这个是阿里服务器的 这个FQDN 就是一长串的这个字符 哎 然后后面这个叫System的 System的应该是一个命令啊 然后后面的话执行结果 Start C型 然后呢 一传数字 这个不用管它 然后offuser offuser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要是不是要获取用户名了呀 那这个用户名 它会不会变呢 对 单路的人不一样 是不是个名字就不一样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还能说 能通过我这地方 能看吗 你自己是能看 但是脚本怎么看呀 对吧 这个是我们通过肉眼看的 所以脚本看不了 那在脚本里面 你怎么去获取用户名呢 那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这个 FQMI了 你把这个命令往这一敲 OK 就有了 所以呢 看着感觉是没用 但其实用的还挺大的 在写字的时候呢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来记录当前这个操作 是谁操作的 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FQMI了 一般是用于这个 笑脚本 用于获取当前操作的 这个用户名 方便呢 来去记录这个日志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用法 所以这个命令虽然看着简单 但它的用处呢 还不小 如果说你不记录这个用户是谁 那等到时候你再去翻日志 比如说 谁 三库跑路了 是吧 你找谁家 你找不着人了啊 找前天星玉局 玉局没有啥用啊 假设这台服务器有好几个人能路呢 你还是得根据用户名去找啊 根据用户名找很方便 所以这个用户名很有用的啊 你要是不记录一枉名 下一次在讨论责任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可以互相推了 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为了批性和自己的关系 还是把这个用户名加上去比较好一点 你没干这个事 行 只要这里面没有你的名字 你就没干这事 你要有你这个名字 那就有证据了 账号被盗了是吧 所以这个用户名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做这个日子 用户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第三个命令 who mi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记起来呢 很方便 主要呢 就是他呢 不带其他的参数 你只要呢 往这个命令行里面一敲 一执行 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个用户名了